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发表讲话 他说 会议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多来党和国家的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 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各位数以内 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 这是中国人民的英雄壮举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栗战书指出 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典 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我们要带头学习宣传遵守这部法律 会议做出了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这是贯彻落实党的19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 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 依法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大会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今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设定GDP增速 针对如何稳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李克强说 我们确定了保区民就业 基本民生市场主体党六宝的目标任务 就是让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有更直接的感受 使经济增长有更高的质量 发展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今年我国将新增赤字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共2万亿元 同时将减免社保费 为企业纾困激发市场活力 全力稳救业保民生 如果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现大的变化 我们还留有政策空间 不管是财政金融社保都有储备 可以及时出台新的政策 而且不会犹豫 我们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是至关重要 李克强表示 各级政府都要过几日子 绝不允许搞刑事主义 干那些大手大脚花钱的事 新增的赤字和抗疫国债资金 要全部转给地方 直达基层 直达民生 这些钱要全部落到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落到社保 第一保 实业 养老 和特供人员等身上 要建立实名制 这些都是有账可查的 绝不允许做假账 也不允许投粮换柱 我们灯大眼镜 也欢迎社会监督 最终的效果 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 来认可 下面我们再把视线回到苏州 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制定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 昨今两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汉东 率对莱苏开展立法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振一 参加调研座谈会 昆山试验区是全省唯一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 并卸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 对台合作试验区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 也是省十三届人大 五年立法规划中 唯一一项针对县级式的立法 对昆山试验区未来发展 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立法调研座谈会上 与会人员就条例草案进行讨论 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 条例草案 着力于构建试验区 开发建设的综合性法规 保障产业发展 与促进两岸融合并重 突出对台与全面开放特色 刘汉东指出 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 试验区条例立法条件充足 要按常序做好立法工作 要把政策研究透 对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 做全面梳理 其实做到条例内容 与国家最新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相衔接 要把立法作为解放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抓紧抓实 使条例真正成为 昆山改革开放的助力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鸿生 秘书长李永根 参加调研座谈会 继续来关注六稳六宝看苏州系列报道 苏州是全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 就在这个月 苏州还召开了产业链全球合作云对接活动 对产业链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宝任务中 苏州如何在原油产业链基础上 强链 补链 研链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在苏州康克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正在对一条涂装线自动上线系统进行测试 作为一家聚焦工业自动化设备 研发组装调试的科技型企业 康克莱在成立五年时间里 持续为各种竖控机床 自动化设备及机器人提供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就在今年疫情期间 有客户提出 希望用机器人取代人工进行焊接 技术上的难点就是当时这个焊缝 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做得那么精美 订单集时间紧 企业找到了苏大相乘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院 请来了焊接自动化专家 经过和企业研发团队的通力合作 最终首批订单的14台焊接机器人圆满交付 第一批订单下出去以后 现在客户立马给我们来了第二批第三批 因为他使用效果发现比人工好比人工快 为康克莱提供帮助的苏大相乘机器人 与智能装备研究院 由相乘近开区和苏州大学合作共建 近年来研究院通过搭建的智能制造服务平台 已为超百家制造业企业提供改造提升服务 除了对外承接自动智能化业务 研究院将技术研发作为自我提升的重点 移动机器人背后离不开芯片这个大脑 以市面上普遍的扫地机器人为例 大多由七到八颗芯片进行控制 不过最近由这个研究院负责的一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 将有效促进机器人行业的巨大发展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要建设自主可控 竞争力强的产业链供应链 特别是要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基础上 不断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推进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炎链 通过政府的政策 通过我们研究院的腐化平台 和我们企业 头部企业也好 进行横向的协同 这样就能够为我们苏州的 智能制造产业 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 苏州还将构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 围绕新基建 新技术等六新领域 强化要素保障和精准服务 逐力打造新型显示 高端装备制造 高端纺织等十个千亿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 巩固苏州传统产业的优势 提升我们高端产业的引领功能 深入融入全球的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体系 全面增强我们产业的国际的竞争力 疫情对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冲击 然而依靠出色的危机应对能力 和保供应链的策略 位于常熟的奇瑞捷报路虎公司 在四月实现了逆势增长 下午 奇瑞捷报路虎 常熟工厂的总装产线上一片忙碌 企业旗下的无款车型都在这里下线 近两个月以来 企业已超产10%的产能 全复合运转 以保证市场供应 不过在疫情爆发之初 公司管理层却是一筹莫展 当时他们的一款新车型刚发布 正是销售发力的时候 一些管控的要求 实际上大家也不能去设置店 也不能去参加你的活动 我们也不能组织活动 带来的整个对供应链 持续供应的一个挑战 是非常非常大的 陈雪峰介绍 一辆路虎车约有3万个零部件 供应链任何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 为此他们一方面 与海外供应商保持实时沟通机制 在海运停滞后 积极采用空运铁路 保障零部件供应 另一方面 与国内供应商保持紧密协作关系 确保供应链安全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本土的供应商 第一个 他们表现出来非常强的 这种合作的意愿和这种态度 计划的合理的调整 还有物流的一个快捷的 怎么样去支持 加班加点基本上不是事情 为保证在车市回暖后 第一时间抢占市场 企业优化了线上购车平台 消费者足不出户 就可以完成从赏车到购车的全过程 前段时间 一场为时30个小时的云直播 让他们一款新车型卖掉了2500辆 据统计 4月份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销量 同比上升40.99% 环比上升125.54% 预计5月份还将保持环比20%的增长 陈雪峰介绍 目前国产车型的车门 车室 仪表盘等很多零部件 都实现了苏州造 甚至常熟造 供应链本地化 无论对降低成本 还是保障供应链安全 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发挥 整车头部企业的带动作用 做大做强本地的汽车产业链 生产制造行业来讲的话 产业链的安全 应该来讲是我们要进行正常的 生产运行维护的一个 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供应商 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 更先进 更前沿 更有效的一些解决方案 让我们能够走在整个行业的前端 今天 苏州高新区启动 挡箭先锋 再起身边系列活动 为区内企业发展 提供舒心贴心 暖心的政策支持和服务 着力实现党建工作 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余姓南 出席启动仪式 苏州高新区经发 商务 科创 等12个新成立的行动支部 成为此次党建先锋 再起身边行动计划的主力军 147名党员 干部 将担任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联系并服务全区 813家内外资企业 还是要通过各种通讯方式 以及实地走访的 等各种形式 去了解企业的最实际的需求 那么用我们服务的精神 把企业服务工作做好做实 发挥我们高新区 服务企业的优势和特长 当好我们会企的宣传员 解难协调员 企业的代办员 决策调研员和党建指导员 今天苏州高新区还发布 2020年企业发展支持政策 聚焦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 招财引致 改革创新 疫情防控 等五大关键环节 推出36条政策礼包 达出服务组合权 高新区企业服务 云平台也同步启用 为企业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让企业少跑腿 信息多跑路 今天副市长杨志平 主持召开 苏州自贸片区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 并向焚湖高新区 联动创新区授牌 至此 苏州已在九个板块 建设了15个自贸片区 联动创新区 各联动创新区 将通过先行先事 复制推广 与苏州自贸片区 共同探索 改革开放 新路径 杨志平指出 建设发展好苏州自贸片区 需要各地各部门 共同努力 加快推动落实改革任务 形成合力 让自贸片区成为苏州标志 风吹卖浪 风收在往 最近全市下粮收购工作 正有序推进 抽样检验 过磅入仓 上午在常熟国家粮食储备库 满载小麦的卖粮卡车 排起了长队 董邦镇重量大户陆建平 卖了首批共6万斤粮食 看着小麦入库 他是喜笑颜开 从5月25号开始至今 储备库下粮收购入库 逐步进入高峰期 预计今年全市小麦收购量 将达18万吨 据市农业部门预测 今年全市小麦生产呈现一增一减一平态势 即单产增面积减总产平 小麦种植面积65.1万亩 较去年减少3.3万亩 主要是部分地区小麦休耕轮作 平均亩产670斤 比去年显著增加 总产量约22.7万吨 与去年持平 参天制药是日本最大的眼科医药制造商 全球行业排名前三 今天企业在工业园区启动新冠状线 并将进一步扩产 以应对中国市场的需求 那么从符合标准的水到做成这样一瓶 符合高标准的眼药水 这中间需要经历非常复杂 以及严密的过程以及流程 那我左手边的正是我们参天制药 新启用的一个罐状线 那么这个罐状线启用以后 将会将我们参天制药的 这样的一个生产速度提高 参天制药 目前在苏州生产和进口分包装的产品 有十余种 主要包括针对结膜炎 眼部炎症 青光炎等病症的处方眼药水 新灌装线采用世界领先技术 一分钟就能灌装350瓶 是现有速度的近6倍 除了装备升级 参天制药还宣布 将在金光产业园新建集团 在全球产能最大的生产基地 建成后将引入更多产品线 这么多年与园区的合作 让我们对这里的营商环境 以及政府的清商服务非常有信心 我也期待在第二基地建设完成后 会在这里有更多的投资与合作 目前在工业园区投资落户的外资企业 已经超过5000家 其中日子企业有750家 今天福药苏州研究院 向独树湖科教创新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 发布福药集团6项研发规划与项目需求 寻求研发机构和合作团队进行联合开发 目前独树湖科教创新区 以及聚31所国内外知名高校 14家国字号研究所 以及4500多家科技企业 形成了生物医药 纳米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 三大产业集群 通过开展产教融合 将有效促进区内企业和院校 开展合作育人和科研公关 一手签高校院所 一手签企业 通过人才项目资金等等措施 来把高校和企业的科教融合 这个产学研议计划 做声做强 使得整个园区创新主体不断集聚 创新氛围不断浓厚 创新成果更加涌流 为拓宽人才掩域渠道 满足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今天 姑苏区率先在全市搭建起人才招聘的空中桥梁 云选财平台 姑苏列财联盟云选财平台 今天开通市运营 这一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为企业提供远程化可视化人才招聘 以及现场面试功能 江苏天创科技公司通过平台招聘 大数据安全中心主任一名 年薪80万元 帮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线上推广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招聘的一个渠道就更加拓宽了 帮我们能够物色到这样一个高端的一个合适人才 根据企业需求和人才意向 云选财平台会进行分析匹配 并对符合条件者先期开展线上对接 如果双方达成初步意向 则会继续安排线下深度洽谈 真正有招聘需求的公司 有岗位需求 那我们过来面试 遇到合适的 那命中率会更高 目前郭苏区已有279家企业 通过云选财平台 发布人才需求岗位1200多个 在今天举行的首场深度洽谈活动中 22名高层次人才与用人单位达成异想 下一步 云选财平台还将进一步扩大数据共享范围 为苏州企业招贤纳财广撒英雄铁 通过专业的第三方人才机构的 两亿海量的人才数据部 来实现我们人港匹配的精准度 为进一步加强科技监管精准施策 日前市住建局全国首创 在全市建筑施工领域推行苏安马 保障建筑领域安全生产 上午20多位建筑工人正在中一峰的体验基地进行安全培训 通过移动脚手架倾斜 安全帽物体打击 高处坠落 触电等安全生产的场景体验 现场掌握必要的安全生产常识 下月起 市住建局将在全市建筑施工领域推行苏安马 通过对建筑务工人员的身份信息 身体健康状况 紧急安全教育记录三项内容 生成建筑从业人员务工的重要凭证 会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工人的安全生产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工人的那个进行的教育 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知根知底的一个了解 苏安马实行红黄绿三色动态管理 年龄在18至60周岁 经过安全教育培训认证 且有一年内体检合格证明的务工人员 申报可自动获取绿色苏安马 绿马有效期为半年 之后将变为黄色 持有人需经过自主报名 参加安全生产继续教育培训并通过 才能恢复为绿色 如果苏安马为红色 则不得进入我是建筑工地务工 实施苏安马 对我们监管部门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监管举措 对从业人员本身来讲 是进入工地的通行证 更是保护生命的护身符 此外市住建局还将对苏安马 进行实时动态核查监管 苏安马使用情况将作为必查内容 查查两次以上违规使用 务工人员的各地住建部门 应该严肃通报 并将其作为不良行为 记录企业的信用档案 情景严重地 因限制企业进入照头标市场 园林是苏州的一扇窗口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 古典园林也赶上分类潮 垃圾桶垃圾房统一升级 在诗情画意中引领着新时尚 一早在桌正园内 工作人员正在对园内垃圾桶 进行统一更换 新的紫砂垃圾桶顶端 被贴上四色标记 针对园林景区的特点 两个大桶用于可挥收物和其他垃圾 小一号的则留给厨余和有害垃圾 早在去年 周正元就开始实施垃圾桶减配方案 结合近期分类工作 原有的140对垃圾桶 被减至23对 集中到景区出入口和卫生间附近 古朴大气的竹节桶 花创风格的宣传栏 与园林气质融为一体 虽然我们现在要拿着瓶子 多走两步路 但是我觉得为了园林的环境 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仅是垃圾桶有了变化 园林的保洁巡逻 也从原先15分钟一次 增加到现在的5分钟一次 及时引导游客正确投放 而对收集来的各类垃圾的收存 工作人员也做了重新安排 对园林的垃圾房进行了改造 我们设置了隔间来分类重放各类垃圾 绿化垃圾还有建筑垃圾 都是与我们园林的生活垃圾是分开的 今年的垃圾就同比去年是减少了有一半 目前市内所有园林景区都已行动起来 加强指导并积极收集游客的反馈 什么是可回收其他垃圾 就是标注的更详细一点贴在上面 这样有利于这个游客投放 园林分类这一块我们总共要走在前端 把这一项工作我们来引导市民游客 把它做好 下面来看两条简讯 近日4月江苏好人榜揭晓 疫情期间三次向医院请应 十元湖北连续收持28名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 昆山市医院呼吸与 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余乐群 18年来不离不弃 无微不至照顾重病妻子的 昆山红旗机械厂退休职工 陈仲林荣登榜单 近日中国副始流通协会 发布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团体标准 明确儿童零食不能含有反式脂肪酸 不能使用经浮罩处理的原料 该标准将于6月15号起实施 儿童零食终于结束了国内标准的真空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苏州新闻微信 和看苏州APP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